现在接上去,我们第一位的工企员洗割城总院长和我们说讲座,第一个过程。 这个,尊敬的岗位会长,大家节日好,赶干处中心节。 其实,我刚才写这个对联,写这个话呀,这个敲情啊,永群的,其实我真是跟敲戒还是有缘的。 上一次我跟陆会长讲,我说我现在也算是敲的家眷嘛,因为我的儿子也是美国国家的人。 他加了美国国家,那么我不就是,什么桥卷嘛,对不对? 其实,我最近啊,一次传播的都是桥的事情。 我记得半年多以前,呃,当时,这个,跟这个,香港的桥界联系上,我就到这儿来讲库。 讲库回去以后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你是许克成吗? 我说是啊,我是小楼啊,我说小楼是谁呀?我不就是你的同学吗? 叫楼优秀,这个人从印尼回来的。 我记得了,我记得了,他比我第一,两届。 他是,我是江苏南童医学院比的,我是六三零比,我们的会长是六四零比。 我是六三零比,毕业,他比我第一,两届。 他呢,他的妹,他的姐姐跟我同学。 但是,我们毕业以后,就各奋东西了,谁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那我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他们在江苏,江苏江,江苏正江,在哪个医院? 在江苏大学附所医院,干什么?干超生的,B超的主任,现在已经退休来了。 那我说,哎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呀? 哎呀,从香港的朋友那儿知道你,你不在香港讲课了吗? 就这么传过来的。 那我说怎么回事啊? 他说,徐克成,你要救救我啊? 他说,他的肚皮里面现在有个很大的瘤子。 他已经开到三道了。 在圣灵以前,肚皮里有个瘤子。 肝脏盘面,开到了。 开到以后,三年,又复发了。 再又,又开到了。 再开到以后,再够了两年,又复发了。 他说,他几次实力逃生,这一次啊,估计逃不过去了。 那我说,怎么回事啊? 他说,这个肿瘤啊,就在肝脏,盖门部,盖脏的盘面。盘面都是大血管。 任何一个医生,都不敢给他再开刀了。 他说,现在我发现啊,你这个纳米盗,可能有帮助。 他说,我的先生也是你的小胜。 当然,也是我的同学啦。 也是你的小胜。 我的先生,我的先生是外国主任。 他研究了。 他说,只有这个办法,能救我的命。 于是,他来了。 就这么,到我们医院来了。 我跟你讲啊,在盖门部有个状况是,八公分哦。 八公分这么大呀。 根本没有办法。 我跟女人家讲,我说,这是我的同学。 也可以说是我的学生,因为我比他高几届嘛。 我说,你一定要给我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 所以我们女人家就非常认真的, 花了四个小时给他把这个肿瘤, 一块一块的,用纳米道的形式,把它治疗了。 现在不断的有信心。 一会儿告诉我,学生不好啊。 我的伴多人来看过呢? 我的同学来看过呢? 很好。 到现在为止,叫罗优秀。 他的姐姐是跟我同班同学,叫罗优华,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的阳口医生。 所以这个桥界呀,太厉害了。 你们是连在全世界人。 所以刚才我跟议会长在讨论这个印尼的问题。 对不对呀? 我这次呢,是本月二号,我当牛院长飞到印度尼西亚。 干什么?去出席印度尼西亚亚加台, 一个叫甲虎伊亚。 甲南普拉尾。 你叫什么吗? 甲南普拉尾. 甲南普拉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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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南 mashed authors . 叶峰医院 叶峰医院 这个医院 这个医院呢 是一个私家医院 这个 在圣灵以前 不不不不 我看着大家看 圣灵之前呢 当时 他知道了我们医院 但是我们医院 很小 这个 现在我们医院比较大一点 但是也很漂亮 但是医院又很小 又是在一个租的 给人家租的那个房子 但是呢 那个老板啊叫洪 叫洪老板 这个洪老板就是印度尼西亚的 也是个富翁 是本田的 总带领上 就这么个人 他呢 从本田那儿赚钱 但是他要接 做慈善事业 就接到 就接到几家医院 接到大概五六家医院 其中一家医院叫 咖喱布兰卫医院 建好了以后呢 这个医院发展不起来 因为 我们去看看一下子 房子蛮大的 但是没有别人 所以他又带着他的团队 就跑到我们医院 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 所以一看 洪老板就跟我讲了 他说学院长 我们两个人结婚了 我说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们两个人呢 今天就说话算数 不管其他人 什么想法 他们想法都不重要 他带着团队啊 那些人想法都不重要 你一定要到我医院去 把你这个冷冻治疗啊 引到我医院来 这是一个非常 他跟我讲的 我根本 他是个华人 我看这个老先生也是非常好 比我大大概五岁 他说 学院长 我们都是华人 希望你为我们医院的人啊 做做好事 一定要把这个冷冻治疗 引到我们医院去 我就说服了我们医院 就这样子 把这个技术 第一次 引进到这家医院 我记得 圣灵以前那一天子 我刚刚 本来不想讲这些东西 在这里跟医院聊了嘛 就聊这个事情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那一天 这个医院 开了一个大会 把全国的医生都找过来了 大概现场有五百人 同时他搞一个电视转播 我搞不清这个转播 做到什么范围我搞不清 因为 找到 两个病人 要叫我们 淡产掩饰 掩饰 一个病人 叫做七十八岁的肺癌 我记得新手记得 在肺癌 肺癌这么大 表演的 表演的是谁呢 表演的 主要人就是我们领云的 还有一个助手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的一个医生 他当时的是当时冷冻 世界冷冻相会主席 我呢就在台上 来检测 这个病人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冷冻怎么住怎么住 各位 你知道 我们对当时圣灵以前 我们对印尼也不是很熟悉 印尼的排华的历史 让我们 在印象里面 太深刻了 是不是 能不能成功 我真是心里 没有抵押 万一失败怎么办 七十八岁的老人 任何情况是怎样 任何援眼都会导致他死亡的 他不一定做治疗 他本人现在就不好啊 最后 我们非常成功的 所以当时全场鼓掌 从此 就开展了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 冷冻治疗肿瘤的历史 也从此 也从此 就是那一次会议上面 我们跟 就盖利普拉威医院 签订了 在印度尼西亚 建立第一家 总流冷冻治疗中心的协议 这一次我就去参加他的庆祝大会 庆祝中国跟印度尼西亚 我们医院跟他们医院 活着建立冷冻治疗 是这里 所以 应该说 我们 对印度尼西亚 有恭喜 现在你去看看 盖利普拉威医院 发展得非常好 也就是说 一构技术 就把一个医院怎么样 把它带动起来了 也就是因为这个医院 就成功了